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资本结构的其他理论 那首先第一个呢是权衡理论 那大家会发现这个理论其实历年真题呢 非常非常的喜欢考 那其实呢我们后面要讲到的这些理论 其实呢都是不断的层层递进的一个关系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要给大家介绍到的权衡理论 它其实呢就是在有税的MM的理论基础之上 进一步发展出来的 因为我们有税的MM理论 它其实呢有一个非常非常不靠谱的结论 就是随着整个企业债务比例的提升 那企业的价值呢是越来越大的 但其实这个和我们现实生活呢 确实是离得比较远的 所以我们权衡理论呢 其实就是在我们有税的MM理论基础之上呢 发展出来的 也就是呢有负债的一个企业价值 是无负债的企业价值 要加上呢利息抵税收益的一个限制 那这块其实呢是我们有税的MM理论 能够告诉给我们的 但是权衡理论呢 就在这个基础之上进行了一个改良 我们还要多去考虑一个财务困境成本的一个限制 那考虑到财务困境成本 它其实呢对企业价值肯定是一个减损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减去财务困境成本的一个限制 那这样子呢可能 我们就发现这个理论呢 可能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生活经验 可能就更加相符一些了 那根据咱们的权衡理论 我们在平衡了债务利息抵税的收益 与呢我们财务困境成本的基础之上 然后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时候的最佳资本结构 好那在这里边 如果说呢我们的最佳资本结构 是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那这时候我问大家一下 我们如果把这个企业价值想要给它求得最大化 那应该是什么时候 是不是这个利息抵税收益的限制 和我们财务困境成本的这个限制 他们两个人的差值要达到最大 我才可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呀 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这个公式 你稍微简单的去看一看 就能够观察出来的一个结论 所以这块呢文字型的表述的结论 大家要记住 它说的是债务利息抵税收益的限制 和财务困境成本的限制 它们之间的差额最大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就是咱们的最佳资本结构 好那这个呢是第一个结论 好那还有一个结论 它说到的是债务 我们利息抵税收益限制的增量 与我们财务困境成本限制的增量相平衡 那这个时候也是我们最佳的资本结构 好那这个点怎么来理解呢 其实这里面可能稍微要用到一点点数学上的一个知识 就是如果说我们想要求得企业价值最大化 那这时候呢你可以对它求个导 那求导之后当我们的导数等于零的时候 往往可能就是我们这个企业价值最大化的时候 所以你会发现当它们等于零的时候 是不是利息抵税收益 你对它求导是不是就是求增量的意思 也就是利息抵税收益限制的增量 那由于它等于零 你就可以把呢财务困境成本这个导数 给它移向移过来 等于我们财务困境成本限制的一个增量相平衡 好那这块咱们来理解这个文字 那也给大家呢稍微说了一下 那在这块呢其实你理不理解导数其实不重要 重要的是大家呢从文字的角度 你要把这段话的结论给它呢记住 那考试的时候一定要认真 说究竟是限值还是限值的一个增量 如果咱们说到限值 是这两者之间的差额最大 如果说是限值的增量 强调的是相平衡 或者说呢是相等 好请大家呢注意一下这个相关的文字表述的问题 好那接下来我们教材呢 又和大家详细的探讨了一下 说财务困境成本的限制 主要呢取决于什么 那其实不外乎主要取决于两件事 首先第一就是我们发生财务困境成本的一个可能性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一旦我们发生了财务困境成本 你的一个大小 这要综合考虑这两个因素 才是我们财务困境成本的一个限制 好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呢 我们发生财务困境成本的可能性 那什么叫做财务困境 其实说白了 就是企业的一个资金链断裂 所以说呢它发生的可能性 主要呢是和企业收益现金流的波动程度有关系 那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这个企业的一个收入 你是非常非常稳定的 那这时候可能资金链断裂的可能性就比较小 好那如果另外一个企业 你的这个收入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波动性非常的大 那这时候呢可能你这个资金链断裂的可能性 相对于我们这个波动比较小的企业就会高非常多 所以这块发生财务困境成本的可能性 其实呢就是和企业收益现金流的波动程度是有关系的 那其实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呢也是教材中的一个举例 其实这个也很好理解 我们还是在理解的基础之上来记忆 他说现金流呢与资产价值稳定程度比较低的企业 因为违约呢无法履行偿债义务 而发生财务困境的可能性相对较高 那这个说白了就是如果你们这个企业招不保息 它的一个现金流的情况波动比较大 那这时候呢很有可能资金链断裂 没有办法还本复息 那因此咱们财务困境的可能性相对来讲呢就高一些 而如果说咱们的现金流稳定可靠 那比如说咱们的一些公用事业公司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呢就可以利用比较高比率的债务融资 而债务违约的可能性很小 好那这块其实呢你稍微去观察一下咱们的生活 也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在我们现实生活里 比如说像我们的一些电力公司 比如说像高速公路公司 那其实它的这个业务模式相对于而言 比一些其他的公司 它的这个企业的现金流相对来讲呢 是比较稳定一些的 那如果比如说你是在银行工作的 其实你就会知道银行呢 那它们就特别喜欢往这样的一些公司去发放一些贷款 因为我们会认为 不管是这个电力公司也好 高速公路也好 它其实呢会受到经济周期的一个影响 相对来讲会比较小一些 也就是不管经济好的时候 还是经济不好的时候 可能老百姓还要去用电 那这时候高速公路呢 也还要去收费 所以它们可能会受到经济宏观环境的影响 相对来讲呢比较小一些 这个时候企业能够持续稳定的产生一些现金流 那这时候呢 对于它的偿债是非常有保障的 所以银行呢 作为一个债权人 就非常喜欢往这样的一些企业去发放贷款 所以这块它就说了 你像这种公用的事业公司 它就能够呢 用比较高的一个比率来债务融资 但是我发生债务违约的可能性还很小 所以这块一定是结合着咱们现实生活 你去观察一下就可以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说企业发生财务困境的成本大小 那这个呢 主要就取决于我们成本来源的相对重要性 以及呢 行业特征 好那这个话其实明显 应该是根据西方的一些教材翻译过来的 那它其实主要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它主要说的是 一旦我们这个企业真的资金链断裂 陷入到财务困境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能不能活下去的一个问题 好如果说咱们是一个高科技企业 那这时候可能你的往往核心资产 就是你的一个人力资源 可能这个人才是你们最贵的一些东西 那这时候企业的一些硬件资产 可能往往就是一些桌椅板凳和电脑 那这时候如果说是高科技企业 你去陷入到这个财务困境 那这个时候呢 可能由于我们比较缺乏 容易清算的有形资产 那这时候一旦咱们陷入到这个财务困境里边 可能你就直接像多米诺骨牌一样 就直接垮掉了 就进入到一个破产程序中来的 好那与之相对硬的 如果说咱们有一个企业 它就是一个呢 不动产密集性比较高 比如说我名下有非常多的房子 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也遭遇到了资金链断裂 财务困境 但是这时候呢 我随便去处置一两套房产 可能这时候我就度过了这个财务困境 相对而言 可能呢并没有伤筋动骨 所以说这个里边 我们企业的价值呢 大多数来自于相对容易出售和变现的资产 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些企业 可能我们财务困境的成本就会比较低一些 好不要小看这个点 虽然这个话呢 相对来讲比较拗口 说财务困境成本的大小 取决于成本来源的相对重要性 及行业特征 但是这句话 我希望大家能够做到一个背诵和记忆 因为这个点确实 你理解起来的话 不是特别好理解 你看到字面意思 其实你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但往往越是这样的点 设考可能性还特别的高 那在这里呢也稍微给大家打个预防针 2020年的时候真的在这个点上出过题 只是说呢没有公布这套卷子 所以我们都不知道究竟考了些什么 但是呢据考生回来的小伙伴回忆 好像呢是说这个公司 他有非常多的一些大型的这个机器设备 作为固定资产 那他的原材料呢可能很多 就是一些钢材 那这时候呢他就问你 这个企业他发生财务困境的成本 是会比较高 那这个表述对不对 那其实呢我们可能会觉得 这样的一个企业 他其实呢由于还是一个资产密集型的企业 当发生财务困境的时候 那他名下的这些财产 相对来讲的是比较好进行处置和变现的 因此其实对他而言 一旦资金链断链 可能稍微卖一卖家当 就可以马上活下去 所以这个财务困境成本对他而言 应该算是呢较低的 所以这块还是请大家呢 一定是在理解的基础之上 来进行记忆 当然我给到你的这些举例 其实都是在教材里边 摘出来的一些设考可能性的 相对来讲比较高的一些话 所以大家呢 一定是千万不要错过任何一个知识点 因为综合阶段的考察 其实就是这样 它就是在一些 你不是特别注意的一些细节点的地方 去命题 所以还是那句话 只有中中学不想考的 没有他考不了的 我们一定是严防死守 好那前边呢 我们就是给大家讲的权衡理论 那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代理理论 好那这个代理理论呢 其实它就是由于 在资本结构决策中 由于呢不完全的契约 信息不对称 以及呢经理 股东和债权人之间 我们存在一些利益冲突 导致呢我们在投资项目的选择 特别是企业陷入到财务困境的时候 更容易引发一些过度投资问题 与投资不足问题 从而呢发生了债务的代理成本 那这种债务的代理成本 就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 降低了企业价值 那最终企业价值降低了 肯定是由股东来承担这相关的损失 好那接下来 我们就分别来看一下 这个债务的代理成本 和代理收益的问题 好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代理成本 那在代理成本里边 其实呢我们要给大家阐述的是两个问题 一个是过度投资 一个呢是投资不足 好那在这个里边呢 其实大家首先你要想清楚 我们教材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撰写 它其实呢是分了三拨人 好首先第一拨人呢 就是企业的一个管理层 比如说公司的一些经理 副经理这样的一些管理层 好那另外一拨人呢 就是公司的股东 那还有一撮人呢 就是公司的债权人 好我们首先呢要想明白 说其实是存在着这样三方的一个主体 好那接下来 其实这三方主体之间 它是有一定的利益冲突在的 所以说会引发相关的一个问题 好首先来看这个过度投资的问题 比如说如果经理和股东之间 其实他们呢 就会产生一定的矛盾和利益冲突 好比如说如果你是这个公司的经理 你不是股东 那这时候你想想 如果你是公司的经理 那你手底下管十个人和管一百个人 感觉一不一样 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往往如果说咱们作为一个公司的经理 可能你就会有冲突 怎么样啊 过度的投资 不断的扩大这个企业的投资 让这个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 你呢达到一个什么样 哎这个一言九鼎的一个感受 那这个感觉确实是非常酸爽的 所以说呢 当经理和股东之间 他们不能同坐一条船 不能够达成一个利益同盟的话 那这时候很有可能经理 就会有一些自私自利的行为 进而呢 引发一些过度投资的问题 好那这块呢 是谈到说经理和股东之间 其实并没有那么和谐 可能呢会有一定的矛盾 好那接下来 其实呢 他接下来的这个假设 是在说 股东和债权人之间 可能也会有一些矛盾 但是在进行这个探讨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会说 经理已经和股东 他们呢 其实是穿了一条裤子的 他们构建了利益共同体 那在这个时候呢 他们往往也会有冲动 去投资一些呢 成功率比较低 甚至是呢 我们净限值为负的一些 高风险项目 进而呢 产生了一些过度投资的问题 好那因为这里边呢 其实就存在着一个利益冲突 比如说这个企业 可能现在已经奄奄一息了 好那这时候 你从债券人那赚了一笔钱 好 弄了一笔钱过来之后呢 其实如果你是股东 你想想你会怎么做 好如果我去投一个 风险非常非常高的项目 那这时候如果说成了 那高风险就意味着高收益 我自然是可以把 欠债券人的钱还掉 那这时候是不是赚的钱 全都归我股东自己 因为债券人那边 我毕竟就只是一个 债券债务关系 我只需要去还本付息 就可以了 由此所带来的高收益 肯定是我自己享受了 好那如果失败呢 失败本来咱们这个企业 就已经奄奄一息了 那这时候如果失败了 公司呢 就走破产清算程序 就可以了 那这时候反正 也不是我的钱 是债券人的钱 所以你发现没有 当这个股东和经理 同穿一条裤子的时候 他其实也会有 非常大的一个冲动 去投一些风险 比较高的项目 那这样子 也会带来一个 过度投资的问题 那这就是我们谈到的 过度投资 好那接下来 再来看投资部族 那这个投资部族 他又在说什么事呢 这个投资部族 他讲的往往是 可能呢 这个企业 已经有比较高的 一个负债率了 那这时候呢 咱们再去看待 一个项目的时候 有可能 从自由资金 假设的前提条件下 也就是 全自由资金的假设 我站在公司的一个角度看 这时候这个项目的NPV 它是大于零的 好那这时候 是不是你就应该投 但是呢 由于咱们现在这个企业 它有非常高的一个债务比率 因此如果说 我从股东现金流的角度 去审视这个项目 我会发现 站在股东的这个角度 它的NPV 其实可能是小于零的 那这其实意味着什么 这其实就意味着 这个项目本身 是赚钱的 但是赚到的钱 没有进到股东的腰包 那进了谁的腰包 以利息的形式 全部被债权人拿走了 好那这时候 如果说 你是公司的股东 你会不会允许 这样的项目上马 你注意 你肯定不会 所以说这个时候 站在企业的角度 是NPV大于零 我应该投资 但是呢 由于站在股东的角度 有可能它的现金流 它的NPV 是小于零的 那这时候 我就不去投 进而 这就会产生一个 投资不足的问题 所以这里边 所谓的投资不足 指的呢 就是企业 放弃 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 使得债权人的利益受损 进而呢 降低了企业价值的 这么一个形象 他其实谈到的是说 如果咱们已经陷入到了财务困境 如果说这个股东呢 我能够预见 说新投资的这个项目 会以牺牲自身利益为代价 补偿债权人 好 那这个话说的是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我前面给大家说的 对企业而言 我的净现值是正的 但是呢 站在股东的角度来看 它的净现值很有可能是负的 那如果这样的项目一投资 可能这个企业赚到的钱 其实呢 全通过利息的形式 被债权人拿走了 所以投资之后 就会发生 这个相关的财富 从股东转移到债权人身上的局面 因为对于股东而言 它的净现值是负的嘛 所以说呢 股东的财富 可能就转移到债权人这里面 那这个时候 股东和债权人之间 我们就存在着利益冲突 那这时候股东呢 就缺乏积极性 来选择相应的项目 来进行投资 好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 投资不足的问题 那由于企业面临财务困境时 股东呢 会拒绝 净现值为正的项目 放弃投资机会的净现值 产生了投资不足的问题 那这时候股东呢 主动放弃一些 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 将会对债权人和企业的总价值造成一个损失 那这个时候 对于呢 未来有可能有大量盈利性增长机会 需要进行投资的企业而言 那这种成本可能就会更高了 所以这块呢 关于这个过度投资问题和投资不足问题 大家呢 你不要去死机硬背 你一定是站在理解的基础之上 来对它进行记忆 好 那这块我们谈到的 其实呢 是我们代理理论之下的一个代理成本的问题 它有可能是过度投资 也有可能呢 是投资不足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债务 它的一个代理收益的问题 好 那这个代理收益 我们怎么来理解呢 好 那这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它其实谈到的是说 当我们这个企业 进行了一定负债的时候 它其实呢 也会产生一些好的方面 好 那在这个里边 我们债务代理收益 其实会有利于减少企业价值的损失 或者说呢 是有助于增加我们企业的价值 那它的一些具体表现呢 就是比如说 向债权人保护条款的引入 对于呢 我们经理提升业绩的一些激励措施 以及呢 对于经理随意支配现金流 浪费企业资源的一种约束 好 那这个说的呢 其实还是非常的概括性的 我们还是呢 接地气的来给大家说一说 到底什么叫做债务代理的收益 好 那大家想一下 如果说咱们有一个企业 那这个时候呢 进行了一定的负债 也就是说呢 有债会压着这个企业的经理 那这时候如果说你是企业的经理 现在背负上了比较大的一个负债 那你能够想到的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所谓的一个开源和截流 是不是这两方面 好 那既然说这个时候你打开门 每天可能这个企业就面临着 非常高的一个债务利息 要去偿付 那这时候债务利息的一个支付 它是不是具有一个约束性的一个特征 好 那这时候每天一开门 可能就一大笔利息要付出去了 每天打开门 这个公司就要付一笔利息 那这时候是不是 我们这个企业的经理 如果你是管理槽 你就要想方设法多去赚钱 你是不是要开源 所以说会为了实现 我们营业现金流的稳定性 保证我能够及时还得上利息 因此呢 我在此基础之上 会进一步的提高企业的创造 现金流的能力 那这时候呢 提高了债权人和股东的价值 也维护了自身的职业生育 那啥意思 大白话来说 你把这个公司搞垮了 你将来在跳槽 你的简历上就有黑历史 别人不愿意要你 好 如果说你把这个公司 搞得有声有色 将来你在跳槽 也能给自己卖个好价钱 这就是所谓的维护自身的一个职业生育 所以你看到没有 如果当一个企业背负了比较多的负债 这个时候有可能 我们就会激励着这个管理层来进行开源 反而让它逆袭了 把这个企业搞得井井有条 蒸蒸日上 不断地去扩大我们创造现金流的能力 好那除了开源之外 如果说这个企业背负了非常多的一个负债 是不是我们这个管理层 还会想方设法来进行截流 也就是节约各种各样的一个开支 那在这里边呢 我们经理和股东之间会存在利益冲突 那从我们资本结构设计的角度出发 通过适当的增加债务 提高债务现金流的支付比例 就可以约束经理随意支配企业自由现金流 浪费性投资与在职消费行为 就抑制了损害股东利益为代价的 机会主义所引发的企业价值下降 好那这个话确实 看起来的话不是很好理解 我稍微呢给大家来翻译一下 虽然是中文 但是还是需要翻译一下 它其实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对于一个企业而言 如果说我们这个企业 盈利非常好 比如说有非常多稳定的现金流 那这个时候站在股东的角度来讲 你最担心什么 你最担心家里的熊孩子不靠谱 也就是这个企业的经理 可能会乱用企业的钱 举个简单的例子 盖办公大楼 装修豪华的办公室 买一些豪车 甚至是你公司的钱 买一些私人飞机 买个游艇什么的 那这时候其实花的是不是都是股东的钱呀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 这个经理就不太靠谱 好那如果说这个时候 我们让这个企业背负一个比较沉重的债务 那这时候这个经理 除了我前面说到的开源 他是不是还要想到去节流啊 也就是说我必须要怎么样 节约一点 那这时候非常铺张浪费的 在职消费 一些非理性的 可有可无的这种装修豪华的办公室 他可能就省略了 他要勒紧裤腰带来过日子了 那这时候你站在股东的角度看 是不是就发现 我通过给这个企业引入适当的一个债务 是不是反而约束了这个经理的一些 不太道德 或者说违反职业道德的一些行为 也就是浪费性投资 与在职消费 那这时候其实是不是一个好的事情 所以说呢 不管是开源还是节流 其实呢 他都是债务代理 所产生的一些收益 那其实我个人觉得啊 这个理论其实和咱们生活中 也是非常非常类似的 你比如说咱们很多小伙伴 其实平时可能每个月 就是一个月光 然后你问他钱花哪去了 我也不知道啊 莫名其妙的就花没了 好那在这个时候爸妈可能看着就比较着急 这时候爸妈想了一个什么招呢 说爸妈反正也是奋斗了一辈子 兜里呢 毕竟还是有点钱的 干脆就怎么样啊 一咬牙一跺脚 拿钱给你付了个首付 好那爸妈首付给你付了 将来月贡可是要我们自己还的 好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了 我每个月要背负一个非常沉重的月贡 那这时候你要想的是什么 开源 节流 一方面可能就勤勤恳恳的工作 要多赚一些钱 要努力的升值加薪 那另外一方面呢 由于每个月我要去背负一个非常沉重的银行贷款 可能以前一些比较浪费性的消费 我现在就知道省钱了 因为我每个月的秒 要把一大笔钱还到银行去 所以你会发现 虽然说呢 我是给自己增加了一个债务 但其实呢也是在帮助我建立一个非常正常 非常健康的一个消费官 也就是说变相的是在帮我存钱 那这个呢其实就是所谓的一个债务代理的收益 好那希望大家呢 能够结合着现实生活中的这种小例子 你来理解一下咱们这个债务代理收益 当然从考试的角度 其实呢就是开源和节流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呢 你要说一下 这个经理他肯定呢会努力的去创造更多 更稳定的一个现金流 维护自身的一个职业生育 这就是所谓的开源 那这个节流呢 就是说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个行为 来节约成本 然后呢减少我们随意支配自由现金流的 浪费性投资和在职消费行为 这块呢就是我们债务代理 它的一个收益 好那这块呢 其实我们的一个代理理论就出来了 那我们前边呢其实给大家讲的 首先最开始是这个无税的MM理论 他会认为呢有负债的企业价值 和无负债的企业价值是相等的 好那在此之上 我们引入了所得税 得到了一个有税的MM理论 那有税的MM理论 就是在呢无负债的企业价值的基础上 增加了一个利息抵税的限制 好那这块他会得到一个结论 非常不靠谱 说的就是随着企业债务的增加 企业价值呢会越来越大 因此呢我们又发展出来 一个权衡理论 也就是说除了要考虑 利息抵税的限制以外 你还应该去考虑 财务困境成本 对于企业价值的一个减少 好那接下来 我们是不是又给大家介绍了 代理理论 代理理论呢 其实我们又多考虑了 债务代理的成本 好那今天是叫成本 肯定是对企业价值 有所减损的一个事情 那这个债务代理 除了有成本引发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问题 以外我们是不是又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债务代理的收益 也就是我前面说的 开源和截流 那这时候既然是叫收益 它其实对企业价值呢 是一个好事 是会增加企业价值的 所以这块我们债务代理成本与收益的一个选衡 所以你会看到这些不同的一个理论 它其实呢 就是一个层层递进的一个关系 好那在这里边呢 请大家还是在理解的技术之上来进行记忆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呢 优序融资理论 那这个优序融资理论 其实呢和我们前面讲的各种各样的理论 其实呢没有特别大的联系 但是呢这个理论 我自己非常喜欢它 因为呢考的时候特别的简单 那大家呢也好去记忆 那如果说命题老师考到了 相当于就是白送分给我们了 好那在这一块呢 我们还是带着大家 简单的来了解一下 这所谓的一个优序融资理论 好那这个优序融资理论呢 它其实就会涉及到一个东西 叫信息不对称 好所谓的信息不对称呢 就是说我们外部的一些投资者 和企业的这些董建高之间 我们会觉得这里边是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 那基于这种信息不对称 它可能就会引发一个逆向选择的问题 好那什么叫逆向选择 这些词听着反正都是挺高大上的 但是呢还是接地气的来给大家讲一讲 你比如说如果有一个公司 它是一个上市公司 好这个时候如果咱们站在这个公司 董事或者是高级管理人员的角度 你想一下你什么时候会选择通过增发股票来进行融资 那我肯定的想法是说 当我们公司的股票价格比较高的时候 那这时候我通过在资本市场上收割韭菜 我是不是就可以第二轮圈钱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 只有我们觉得公司的股票价值非常高的时候 我才会选择通过发行股票来进行融资 好那这时候如果说我们自己觉得 说公司的股票价格已经偏低了 这个比我们自己内部认为的这个估值还要更低一些 也就是我们觉得公司的股价处在一个低位 那这时候如果说你是公司的董事或者高管 你会不会选择通过股权的形式来融资 你注意不会 因为你会觉得把自己公司的股票怎么样 卖便宜了 这时候往往可能你就会选择债务性的融资 比如说去找银行贷款等等 这样子的一个选择 所以这块呢就是我们非常正常的一个 站在企业的角度来理解这件事 但是呢 由于咱们和广大的投资人之间 是存在着一个信息不对称的 也就是我们了解的企业信息 其实相对来讲会比较丰富 但是呢站在外部投资者 他可能不如我们了解这么多第一手的信息 那这时候给他们带来的一个选择就是什么呢 其实就有逆反心理 这个所谓的逆向选择 我觉得就是一个逆反心理 你站在外部的一个投资人 你的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 当一个公司去增发股票 它再去通过股权市场来进行融资的时候 往往正向外界传递着什么消息 它是不是就传递着说 这个公司的领导觉得 我们公司的股票价格被高估了 我才会通过股权来进行融资 好那这时候 如果说你向市场传递了这样的一个消息 往往可能就会导致 公司股票价格的一个下跌 好那在这里边 就是我前面谈到的 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 那也正是因为有这么多有的没的破事 所以说这个企业 它在具有融资需求的时候 它往往会选择什么样 先选择内源融资 也就是用我还没有分配的未分配利润 用我的留存收益来进行内源融资 好那搞定了这个之后 如果说不足 不足的话呢 我再去选择债务融资 那这个债务融资可能呢 是先普通债券 后可转换债券 这里边有个顺序 只有最后万般无奈之下 我们才会选择呢 用股权来进行融资 那最基本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前面谈到的 因为一旦我们采用股权融资 很有可能你会向资本市场传递 说自己公司股票被高估的信号 那这些呢吃瓜群众 普通的老百姓 可能呢就会做出相应的一个 逆向的一个选择出来 好那在这里边呢 就是我们优续融资理论 其实呢 它就是往往基于这样的一套分析 会得出呢 在优续融资理论的这个框架下 企业需要去融资的时候 先选择内源融资 再选择债务筹资 最后呢 才是我们的股权融资 好那在这个里边 它呢就解释了 说企业内部现金流 不足以去满足 我们净经营性长期资产 总投资的资金需求是 往往呢更倾向于的是债务融资 而不是股权融资 好那接下来呢 再给大家稍微去介绍一下 我们基于产品生命周期 理论里边的一个财务战略选择的问题 好那在这块 还是呢稍微激活一下 大家的一个记忆 首先呢 就是关于产品生命周期 我们会分为导入期 成长期 成熟期和衰退期 那在不同的产品生命周期的阶段 其实对于这个企业 我的这个财务战略选择 往往呢也是不一样的 那首先呢 从风险的角度来看 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 我们一定是一个高低搭配 才是比较靠谱的事情 那在导入期的时候 其实自身的经营风险 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即便说 你想去用这个债权来进行融资 可能也不会有人融给你 所以说这个时候 往往我们的资本结构呢 都是权益融资的一个结构 那这时候正是因为 我们是以权益融资为主 所以说呢 企业它的财务风险 相对来讲呢 会比较低一些 好那在这里 大家呢还是要想明白 说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不会有一些债权人 选择以债权的方式 投资于这个企业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 这个企业的经营风险太高了 但是呢 我们的收益和风险不对等 那你想一下 这个企业如果说风险非常高 结果这时候 你作为一个债权人 你借钱给他 好那你借钱给他 如果说这个企业将来做成了 那做成了以后 他就向你还本付薪 那是不是这个企业 赚的非常多的钱 和咱们也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我就是去收取本金 收取一定的利息 好那如果说这个企业没干成呢 没干成这个企业可能就 亏得连炸都不剩 走向了一个破产清算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我们从债权人的角度 其实我一定程度上 承担了这个企业的经营风险 但是我从投资回报的角度呢 我没有享受到这个企业 未来无限发展的一个收益 所以说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 往往对于这种导入期的企业 不会有债权人 愿意以债权的方式来对他进行投资 那就是因为风险和收益不对等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如果说有人愿意投你 别人也都会是以权益的方式进来 也就是股权投资 因为股权投资 如果一旦你投诚了 你这个事干起来了 那其实我对你就是一个股东的身份 我是可以随着这个企业 不断的一个成长壮大 来享受到相应的一个投资收益的 好那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说呢在导入期 往往咱们的这个资本结构 它是以权益融资为主的 坚实以权益融资为主 就是负债非常的少 所以其实呢我也没有什么还本付息的压力 所以咱们的一个财务风险 它就是比较低的 好那这时候咱们的资本来源 其实往往呢就是一些这个风险资本 也就是我们经常耳熟能详的 你像VC 你像一些PE等等 所谓的一个风投 我们经常说风了才投 是吧 这个风投 风险投资 好那这块呢 其实对于企业而言 由于在导入期 其实各方面的资源 还是非常紧缺的 所以对它而言呢 基本上它可能就不太进行这个 鼓励分配了 那我们的这个市盈率 其实呢也是非常高的 那这个公司的股价 有可能呢是迅速增长的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看 这种导入期的 初创类的一个企业 那你在A轮投进去 和在B轮投进去 那它这个公司的估值 涨的是非常非常快的 所以说它的股价 是迅速增长 好那紧接着呢 就到了一个成长期 其实在成长期 对于这个企业而言 我们的经营风险呢 还是非常高的 那既然是经营风险比较高 所以我们的筹资 仍然是呢 以权益投资为主 主要都是权益投资 所以这块呢 我们也没有什么 特别高的财务风险 那在这块呢 股力的分配率是非常低的 适应率呢 会比较高 但是股价呢 可能就是增长 但是会有一点点波动 好那紧接着 如果说能够顺利的 熬到成熟期 那这时候可能 我们这个事儿 就已算是做起来了 好那如果这个事儿 做起来了 往往呢可能 出于考虑融资成本的角度 往往它可能就不会 特别多的选择 股权的性质进行融资了 往往可能我就会考虑一些 债权性质的融资了 比如说和银行 去签订一些贷款 或者是呢 在资本市场 发行一些公司债券 我通过债务筹资 能够有效的降低 公司的一个资本成本 那由于呢 在成熟期 我们的经营风险下来了 而我们呢 由于相应的进行了 一个债务筹资 所以我将来呢 要面临着还本复息的压力 所以我这个财务风险 也会慢慢的起来 但是呢 由于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 它是高低搭配 因此呢 经营风险降到中等 我们稍微呢 把财务风险 往上去提一提 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 企业的一个资金来源 一方面呢 是保留盈余 其实就是留存收益 那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通过债务 来进行筹资 好那 对于成熟期的一个企业 可能往往这个企业手里 会保有大量的一个现金 因此呢 它往往会选择一些 比较高的股力分配率 把这个呢 来回馈给咱们的股东 那这时候可能 我们的这个适应率 相对来讲呢 会比较适中一些 公司的股价 也会比较稳定 好那最后呢 可能就是衰退期了 在衰退期呢 我们会认为 它的经营风险 其实不是很高了 那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 作为高低搭配 那这时候呢 财务风险 就可以稍微放的高一些 那我们的资本结构呢 肯定是又有权益融资 又有债权融资 好那在这块资金的来源 其实主要 如果进到衰退期 可能更多的呢 不会有股权的投资人 来投这个企业了 可能更多的 就是从银行去举债等等 好那这个股力 基本上我们认为呢 它是会全部分配的 好那咱们的适应率 可能也会比较低 因为毕竟呢 已经到了一个衰退期 那公司的股价 肯定的也是下降 但是呢 偶然有一些好消息 可能呢会刺激一下公司的股价 所以说它是下降 并且波动的这么一个关系 好那在这块呢 就是基于产品生命周期 我们会有一些财务上的战略选择 那这块呢就是除了要去考虑财管里边 给到大家的一些内容 那这块呢 关于战略里边 其实呢 关于这个企业筹资 特别是它的一些资本结构 它的一些鼓励方面的内容 也请大家呢 稍微去注意一下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2017年的第六文 希望大家呢 可以通过这个例题 对我们关于资本结构 相关理论的一个考法 做到一个熟悉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 和大家说到过了 说关于我们资本结构理论 和资本结构决策 其实它往往更多的 考察的呢 就是这种观点和态度性的题目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他说呢 在有关筹资方案的讨论中 我们财务部的王景 基于呢 资本结构相关理论 提出了以下的观点 好 我们一起来看 首先第一个呢 根据优续融资理论 公司呢 在筹集资本的过程中 需要去权衡 我们债务的收益与风险 因此 公司应该测算 其最佳的资本结构 使得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降至最低 并在此基础上呢 确定其融资方式的 前后次序 好 那这块表述呢 虽然说看起来 非常的不错 非常的完美 但是其实不是优续融资理论的主要观点 也就是呢 优续融资理论 它其实是建立在信息不对称 和逆向选择的基础之上的 按照优续融资理论 这个企业在需要去筹资的时候 首先考虑的是 内源融资 在内源融资的基础上 我们考虑的是 外源融资 好 那在外源融资的时候 我们考虑的是先债权 后股权的融资顺序 所以这个才是我们优续融资理论 它的一个主要观点 所以说呢 这第一个观点 看起来虽然说的 这个头头是道 但其实呢 和优续融资理论 没有任何关系 因此它这个表述呢 是错误的 好 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观点 它说的是根据悬横理论 权横理论呢 是在MM的理论基础之上 引入了一个财务困境成本 那财务困境成本的大小 取决于债务比率 那公司的债务比率越高 那这时候财务困境成本越大 进而使得呢 公司的价值越低 好 那在这里边 稍微简单的呢 带着大家来回顾一下 如果说呢 是咱们无税的MM理论 它其实只要谈到的是 有负债的企业价值 和无负债的企业价值 是相等的 紧接着呢 我们就引入了 所得税的一个影响 所得税的影响呢 其实就是考虑了 利息抵税收入的一个限制 对于企业价值的一个提升 那因此呢 在有税的MM理论的框架之下 其实我会有一个结论 就是随着企业债务比例的提升 其实企业价值呢 是越来越大的 好那我们权衡理论 其实就是在有税的MM理论基础之上 又引入了一个 叫做财务困境成本 限制的东西 那这个财务困境成本的限制 其实对于企业价值呢 它是会有减少的 因此呢 我们其实追求的是一种 适度的负债 进而呢 能够使得企业的价值最大化 好那这块谈到的是 咱们的权衡理论 但是呢 在权衡理论里边关于这个 财务困境成本 它的一个限制 其实呢 主要是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 一个呢 就是财务困境 它发生的一个可能性 那这个可能性呢 主要是取决于企业收益的 这个现金流 它的一个波动性 如果说波动性比较小 那其实财务困境成本 发生的可能性呢 不是很大 那如果说咱们的现金流 波动非常大 那这个时候 企业现金流断裂的可能性 就会比较高 那就是所谓的一个 财务困境成本的可能性呢 相对来讲会比较高一些 那另外就是 如果真的一旦发生了财务困境 那这种财务困境的成本 主要是和企业呢 成本来源的相对重要性 和行业特征是有关系的 如果说咱们是一个 重资产的行业 那这时候我可能就可以通过 变卖设备来继续活下去 好那如果是一个高科技的企业 可能这块就真的 会走向破产 所以这里边呢 还是取决于这两方面的要素 其实并不是说 完全取决于债务比率 所以它这块错呢 主要是说 我们这个财务困境成本的大小 取决于债务比率 那其实这个说法 是有一定问题的 好那接下来再看第三个观点 说关于呢 代理理论 那这个代理理论 它说债务的代理成本 既可以呢表现为 因为过度投资问题 使得经理和股东受益 进而发生了债权人的价值 向股东的转移 也可以呢表现为 因为投资不足 引发呢股东 为了避免价值损失 进而放弃给债权人 带来的价值增值 那其实图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这个表述呢 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因为确实对于债务的一个 代理成本而言 我们就是既可能表现出来 过度投资的问题 也有可能呢表现出来 投资不足的问题 好那接下来 我们往下看 他说呢由于债务代理成本的存在 从资本结构设计的角度出发 应该呢适当的减少债务比率 那这块的表述可能就存在一定问题了 因为代理理论是在我们前边谈到的 悬横理论的基础之上 其实它又引入了债务的一个代理成本 和债务的一个代理收益 那这块呢 其实我们只谈到了债务的一个代理成本 对于企业价值的一个减损 但是你没有考虑到 说我们呢债务代理的收益 对于企业价值的一个增加 那这个债务代理的一个收益 就是我们前面给大家谈到的 开源和节流的问题 那这块呢 你必须再去阐述 代理理论的时候 你必须要把债务的代理收益这块 也给它考虑进去 所以我们这道题呢 其实是有问题的 它只考虑了债务代理成本 没有考虑到债务代理的收益问题 好那接下来第四点 说根据企业所得税下的MM理论 说增加负债的比例 会提升到财务杠杆 进而提高企业价值 好那读到这儿 其实这个表述还是对的 好那接下来看 最后一句话 说同时其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也会随之增加 好那在这里呢 其实我们都知道 一个企业的价值 其实是等于它的 吸税前利润 除以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的 那这个时候 我们有负债企业的价值 在逐渐的提升 其实一定会导致 你倒挤出来 我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其实也是会随之下降的 好那这个呢 是你从企业价值的角度 能够推出来 说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它是下降的 那其实呢 还有一个理解问题的角度 就是呢 由于我们这个债务成本本身 它是低于 咱们这个股权筹资成本的 另外呢 我们债务筹资成本 它还具有一个 抵税的一个效果 因此 随着整个企业 我去提升 我的一个负债的比例 这时候 我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其实也是会往下走的 好那在这里 反正呢 不管你是如何来理解它 但是考试的时候呢 你要能够 明确地给它指出来 说随着我们这个 财务杠杆的提高 其实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不是随之增加 而是随之降低的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带着大家 非常快速地去看一下答案 好 首先第一道题呢 是关于优序融资理论的 那对于这道题的回答 你就必须呢 把优序融资理论 它的一些主要的观点 和态度 给它回答上来 也就是企业 在筹集资本的过程中 必须呢 是先内源融资 然后是外源融资的 基本顺序 我们在需要 外源融资需求的时候呢 也应该是 先考虑债权融资 再考虑权益融资 这样的一个先后顺序 好那接下来 第二个 其实探讨的是 权衡理论 就是这个权衡理论 我们呢 不但要考虑 我们这个财务困境成本 会降低企业价值 那其实呢 也要考虑 说因为债务 会带来一个 利息抵税的收益 会导致企业价值的净增加 那这道题主要的问题呢 是在于说 发生财务困境成本的可能性 与我们企业收益现金流的一个波动程度有关系 企业财务困境成本的大小 它其实呢 是取决于我们相关成本来源的重要性 以及呢 具体的行业特征 好那这块 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点 好那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代理理论的问题 那这个代理理论呢 你主要是回答 它的这个理论 它只说了一半 就是债务代理成本 但其实在代理理论下 我们还要考虑的是 相应的一个债务代理的收益 好那这个收益呢 其实无外乎 就是呢 我们的一个开源和节流的问题 所以说这块一方面 它会激励我们这个经理 尽可能呢 会实现营业现金流的稳定性 保证偿债的义务 在此基础之上呢 创提升我们企业创造现金流的能力 提高债权人和股东价值 维护自身的一个职业生育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因为经理和股东之间 潜在的利益冲突 那这时候我们提高了一个 债务现金流的支付比率 适当的提高负债 可以呢 去约束一下这个经理 随意支配企业自由现金流的 浪费性投资与在职消费 抑制呢 以损害股东 利益为代价的机会主义行为 所引发的企业价值下降 好那这块其实就是 说咱们这个表述里边呢 其实欠缺了关于债务代理收益的相关内容 所以说呢 你必须要给它回答上去 然后你要稍微从开源和截流这两个方面 对它呢进行相应的阐述 好那接下来 第四个问题其实呢 也是不正确的 也就是其实主要是错在了 有负债企业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会随着我们债务筹资比例的增加 它是反而会降低的 好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点 好那这块呢 其实就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关于资本结构理论 其实在这块内容上 命题老师呢 常见的一种考察方式 那就是这种观点和态度型的题目 那你会发现 最后落在考试上 可能一方面是需要 我们对于相关的观点和态度 你是能够理解的 但是其实最重要的 还是要能够把它背下来 也就是考试的时候 你要能够自己通过书面语的方式 用法言法语 用相关的专业术语 把这些内容呢 做到一个有效的观点态度的输出和表达 所以这方面如果说 你相应的一个理论知识有所欠缺 你没有背下来 这肯定是没有办法的 但是呢 在背诵和记忆的基础之上 请大家也不要忽略掉 你能够做到一个有效输出 所以说这块 我非常建议大家 比如说你随着咱们专题班的一个学习 你在听完了课件之后 你能不能自己尝试着去写一写 我在课件里边给大家准备的这些例题 你看一下你自己能写出来多少 一定是尽早开始去动手写历年真题 好那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 那这个影响因素呢 大家稍微去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咱们严访说命题老师呢 在这个点上有可能会考到 那影响我们资本结构的因素 主要是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 那内部因素 比如说像我们的营业收入 我们的一个成长性 我们的一个资产结构 咱们的盈利能力 管理层偏好 财务的灵活性和股权结构等等 这些呢都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资本结构 那对于外部因素而言 比如说像税率 像利率 也像资本市场的一个环境 以及呢行业特征等等 这些是我们资本结构 外部的一些影响因素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这里边会有几个结论 希望大家呢能够稍微的去盯访一下 你防止命题老师呢 出道一些文字型的一个题目 如果说你完全没有印象的话 可能在考场上 可能很难全身而退 在这里边呢挑了一些 需要大家重点关注的结论性的表述 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 好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收益 与现金流波动较大的企业 要比呢现金流稳定类的一个类似企业 它的负债水平呢会相对来讲比较低一些 好那在这里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我之前和大家谈的 好如果说我们现金流波动比较大 那这时候这样的企业 可能呢你这个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相对来讲会比较高一些 所以对于这样的企业 我就要适度的去控制自己的一个债务水平 而如果说咱们是一个现金流 比较稳定的一个企业 比如说你是个高速公路公司 或者是个电力公司 那由于你的业务本身 它是可以持续产生一个现金流的 那这时候现金流相对来讲比较稳定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适当的 提升一下自己的负债比例 他在这里面强调的就是这个 好那接下来第二个结论 他说的是成长性好的企业 因为其呢快速的发展 对外部的资金需求量呢可能会比较大 他就要比成长性差的类似企业的负债水平会更高一些 好那其实呢这个你在现实生活中 可能往往也会看到 当一个企业有特别良好的一个发展 那这时候不管是债权人也好 外部的股东也好 大家都求着把钱投到你这里边来 所以说他的负债水平可能相对来讲也会更高一些 好那第三个结论 他说的是盈利能力比较强的企业 因其呢内缘融资的满足率较高 因此呢要比我们盈利能力较弱的 类似企业负债水平会更低一些 那这块其实你可以从我们 优续融资理论的角度来理解一下 也就是盈利能力比较强 我这个内缘融资的满足率比较好 那因此呢我可能就较少的对外来进行负债 因此我们的负债水平相对来讲会低一些 好那接下来第四点 他谈到的是一般性用途资产比例高的企业 因其呢资产作为债务抵押的可能性较大 要比呢一些特殊用途资产比例比较高的 类似企业的负债水平会比较高一些 好那这个点怎么来理解呢 它其实主要是取决于说 如果咱们这个资产它是一般性用途 那就言外之意 可能呢价值100万的一个设备 我将来在变现的时候 可能我就可以变出80万来 那这时候对于银行而言呢 相对来讲会觉得心里比较靠谱 比较安全 因此呢我就更愿意把钱 带给这样的一些企业 好如果说咱们这个企业 大量的都是一些特殊用途的资产 那就意味着可能你账上100万的一个设备 但是将来我在变现的时候 只能按照废铜烂铁来进行变现 有可能只能变现个50万 甚至是30万 那这时候作为债权人的银行 是不是心里就比较怕怕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他在放款给这样的企业的时候 相对而言呢会比较谨慎一些 所以呢这样子考虑的话 一般性用途资产比例比较高的企业 他容易更多的来取得一些贷款 所以他的负债水平呢会更高一些 好那接下来第五 说财务灵活性大的企业 要比财务灵活性小的类似企业 我的负债能力呢会更强一些 好那这块呢是几个结论 大家呢稍微去关注一下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 资本结构决策的分析方法 那这块请大家特别关注一下 因为我们之前是考到过历年真题的 好首先呢先来看一下资本成本比较法 那这个方法呢其实就是简单粗暴 我有一个最强大的假设前提 他说的是我不考虑各种融资方式 在数量和比例上的一个约束 以及呢财务风险差异 那也就是说是一个比较理想化的一个条件之下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对于资本结构的决策 其实就是直接去PK 我们不同方案下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我就是要去找一个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最小的融资方案 把它确定为是我们最优的资本结构 好那在这里呢就是资本成本的比较法 当然这里边呢它会有一个比较重要的 假设前提条件 相对来讲会比较理想化一些 大家呢稍微注意一下这个点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种方法 好那这第二种方法呢其实就是说 我根据不同融资方案下去计算我们企业的一个每股收益 那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去选择使得每股收益最大的这么一个融资方案 好那这块呢其实就是我的指标选取 不是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了 我是去考察呢每股收益 那在这里边我选的是每股收益最大的这个资本结构的方案 好那在这里边我们教材的观点呢 其实是对它持一个不是特别肯定的态度 因为呢它会觉得我们这种方法主要有一个缺点就是 你没有考虑到风险这个因素 好那在这里呢是咱们教材的一个观点 请大家呢注意一下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第三种方法 企业价值比较法 那在这里呢你要知道一下 我们教材其实比较推崇的或者说比较认可的方法 其实呢是这种方法 因为呢它会指出说每股收益的一个增长 会导致股东财富的一个上升 那其实呢是会有一个假设是只有在风险不变的情况下 那换言之如果说随着每股收益的一个增长 往往咱们的风险呢也会加大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每股收益的增长 你不足以补偿我们风险增加所需要的一个报酬的时候 那这时候很有可能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 尽管每股收益在增加 但是呢股东的财富仍然会下降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前面谈到的 我们这个每股收益无差别点法 它去选择每股收益最大的这个融资方案 其实它是有一个缺点 缺点就是你没有考虑风险因素 好那在这里呢请大家注意一下 咱们教材关于这个每股收益作为一个考察指标 它的一个观点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了 公司最佳的资本结构 它不一定是使得每股收益最大的资本结构 而是使得我们市净率最高的资本结构 好那在这里呢请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这段话的表述 其实呢是2021年进行过修订的 所以这个点请大家今年呢一定重点的盯防一下 就是按照2021年我们教材的一个观点 我们觉得公司最佳的一个资本结构 不是使得每股收益最大 而是使得市净率最高 那这时候如果咱们假设 股东投资资本和债务的价值不变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使得市净率最高的资本结构 也是使得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资本结构 那同时既然是企业价值最大化 肯定也是我们公司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最低的一个资本结构 好那在这里 它可能就会涉及到一个公式 那你稍微知道一下就行了 就是关于这个企业价值 它其实就等于我们股票的一个市场价值 再加上长期债务的价值 再加上呢优先股的一个价值 那这块就是企业价值 好那在这里呢 请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我们今年关于这个资本结构决策 我们教材的这个观点和态度 那你要知道 我们这个教材的作者 他其实更喜欢哪一个结论 他不太喜欢哪一个结论 好那在这里 请大家呢重点的盯防一下 好那这个点呢 其实之前也是考察过一次历年真题的 所以呢还是请大家特别的小心一下 好那讲到这里呢 我稍微带着大家来回顾和梳理一下 关于资本结构这一块 我们都给大家讲了哪些内容 那其实关于资本结构这块 我们主要讲了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呢是资本结构理论 第二块是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 那最后呢就是资本结构的决策 那从考试的角度来看 重中之重的还是这个资本结构的理论 首先最开始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 无税的一个MM理论 那按照这个理论 其实呢就是有负债企业的价值 和无负债企业的价值 它是完全相等的 好那在此基础之上 我们呢考虑到了一个利息抵税的效果 或者说呢我们引入了企业所得税 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到了有税的MM理论 在有税的MM理论基础之上 我们会认为有负债的企业价值 它等于呢无负债的企业价值 再加上利息抵税的一个限制 那从这个公式来看 你会得到一个结论 就是随着企业 我们债务比率的一个提升 那这时候我们的企业价值是越来越大的 当然这样的一个结论 可能你在现实生活里是没有观察到 最主要的原因呢 可能就是它没有考虑到财务困境成本 那这一块呢 咱们的权衡理论 就是在有税的MM理论基础之上 我进一步的考虑到了财务困境成本 那这一块呢 我再加上财务困境成本限制 对于企业价值的一个减少 那在这里边呢 希望大家注意两个表述 首先第一个就是在权衡理论的基础之上 我们这个企业价值最大是什么时候 其实呢就是这两个限制的差额最大的时候 如果说它表现的是限制的一个增量 那这里边你注意 一定是这两个限制增量相平衡的时候 是我们企业价值最大的时候 好那另外一个点呢 就是去注意一下这个财务困境成本的点 因为2020年呢 确实又在这个地方出题了 而且我们教材的那个表述 相对来讲呢会比较晦涩一些 好那这块呢是权衡理论 好那在权衡理论的基础之上 我们又进一步的给大家介绍了代理理论 这个代理理论呢 其实就是在权衡理论的基础之上 我们进一步的去考虑了债务的代理成本 和债务的代理收益 那其中这个债务的代理成本 主要就是我们过度投资问题 和投资不足问题 那这个债务代理的收益 其实就是开源和节流 那希望大家呢 首先你能够把不同的一个理论 它究竟阐述了什么样的一个观点和态度 你是大概呢 能够做到一个心中有数的 那除此之外呢 就是这里边会涉及到一些比较细化的内容 那你看看 做到这种观点和态度型的题目的时候 你能不能很敏锐的把它找出来 然后呢用法言法语来进行回答 好那在此基础之上呢 我们有一个相对来讲 比较有理一些的理论 叫做优序融资理论 这个优序融资理论 和上面的这些理论呢 其实有一定的差距 它相对来讲呢会比较简单一些 好那紧接着 最后呢还给大家说了一下 资本结构决策的问题 那这个资本结构决策 我们呢有资本成本比较法 有美股收益无差别点法 它其实认可的是美股收益的最大化 但是最后还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企业价值比较法 好那在这里呢 关于这个美股收益最大化 其实我们认为它最大的缺点 就是呢没有去考虑这个风险的问题 因此呢我们教材是比较推崇 企业价值比较法的 那你稍微注意一下 今年在这个点上 它是有一些修订的内容的 好那以上呢就是关于资本结构 给大家进行的一个讲解 好那讲解到这里 其实呢咱们终于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给大家呢把专题一公司筹资讲解完了 好那关于专题一 其实呢应该说 在整个职业能力综合测试试卷2里面 它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专题 好那在这里边呢 我们其实以上来给大家讲解的 是各种各样的一个筹资的方式 主要介绍了它们的特点 涉及到证券的一些发行条件 以及呢估值定价 那后面两个问题呢 给大家介绍的 是资本成本和资本结构 那希望大家随着咱们专题一的一个学习 能够逐渐的找到我们职业能力综合测试试卷2 复习的一个感觉 好那关于专题一呢 就和大家学习到这里 谢谢大家